马姐你也说多,水电派你也说多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不要,我要找了 我要 你先把工资先给我结了 我靠我都把工资 你工资都不给我发,我靠 你不是打结吗 那我给你算了 你一级说多,一级说多 那我都没理 这个是不是多 216 你让他们来评价一下 你问他,他是不是 216是不是很多 好一针 搞怎么搞都拍到我了 你不会拍这边,拍这边好拍一点 拍那里 没看到我在这里坐着,吓到我了 那你不要坐那里吗 你在我们宿舍是最好的一个 这个是C位,知道吗 那位置是最好的 你不用拍了,以后我求你 给这个给你呢 捡这个给你,以后来这样子 这样子一来就 兄弟们 我们就知道了 不用拍那里 这个好听 那就过这里啊 也要过这里啊 那些事物在这里 你们就把拍那里 那个回程都往里头亮掉了 昨天好不容易洗个头发 真是的 哇,你这个胡锡哥 你真的是 把脚坏进来 放哪里,这里不够放啊 那我不放上面 不够放你不懂这样吗 那什么这里我肯定要放上面啊 那我的事物舒服一点啊 把这个脚过得那么大干什么 宿舍被整给你的 宿舍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想怎么谈 喂 别吵啦 把我的工资给我算一下啦 那么急干什么 那我干了一个月了 我整了两天啊 你把工资发给我啊 不用急兄弟 工资我会给你算 我会慢慢给你算 算得清清楚楚的 那行啊 对不对 把工资算一下 看一看是多少 我期待要给你他工资 你看到了没有 我进来这些人 好像不欢迎我 是的 哎呀 因为他们没有挣钱 所以说他们也想上班 你跟他们找工作上班就行啊 所以我告诉你 郭哥这里呢 工作是很多 是不是 像你一样 你在那里看了一个月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还行吧 对啊 他们呢 是过来 说好好上班 可是上过以后呢 就变了 就再也不上了 你说怎么办 拿钱给我结了 他们看到我拿钱 怎么就去了呀 对不对 都没看到钱 有什么事啊 钱肯定会看得到的 干嘛谁叫你放那么大刺 他自己放的 啊 他自己放的 干嘛呀 不要放大刺 你想我 天天都是这样的 看你 过那个脚那么高干什么 我喜欢啊 我喜欢啊 我呢 答应说好好的 现在都天天都是这样的 谁跟你去上班 我去上班 那这不要在我这里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回事 我先躺平先 还早 对啊 躺平 天天都知道躺平躺平 你干了多少 干了 干了 一个月 干了一个月 对吧 我先给你算 好不好 你给我算一下 这些不滚的了 哎 怎么说 王杰 对 对对对这里了 三十天 啊 两百六十三个小时 啊对 你当时进场的时候是二十一块 啊对 是吧 这个是干过年的啊 嗯 嗯 你的工资是五千五百二十三 没问题吧 啊 保险 六十 保险六十多啦 哪里多 你哪里能收到保险能收到六十啊 我们一季以来都是六十啊 那都是收五十 收四十 你要收六十 对不对 你在哪里收四十收五十 我在其他地方做啊 在东莞的时候 人家都是收五十啊 都是四十啊 东莞跟广州能比吗 那广州怎么啦 广州跟东莞有什么区别啊 广州是一线城市 那不是一样的啊 保险太多了 保险六十 多了 多了 多也要减啊 那你减也减不了这么多啊 都说六十了 都说六十了 六十了 等一下 在干嘛 烧音低点 我这个声音还低啊 找啥子 奇怪了 六十 六十多了 嗯 你说 在这边是烧六十啊 我不管你在东莞 在深圳 或者是在哪里 管着我这里是六十 你要不要带我走了 要要要 你肯定要我 你先给我算啊 那我干了什么 不要工资 肯定工资也要啊 那你一直在这里 装着这个十块钱 那你再算 行啊 那我现在先给你减六十 啊你先减嘛 啊 看到了没有啊 我我看到了 嗯 水电配 两百一十六 多少 两百一十六 大哥你在开玩笑 我又没开空调 又没开暖气 他不仅 收得多 而且他计算机老是 出问题的人 而且二八十六 他就二八十八 你算错了 哪有这么多水电器啊 我又没开空调 从上那边发过来 你的水电费是两百一十六 你是几个人住在那里的 我们里面都住了 差不多五六个人啊 那就对了嘛 那五六个人 他一个人能 他这么多吗 你这不是虾客我费用吗 你不要我走 要要要 但是你 你这个也太多了 那我工资给你要啊 但是你这个也太多了 你走开 我看你是不可以啊 哇我给他发过去关你什么事 我看这有没有空调间啊 这个要关你是吗 关啊 水电费是两百一十六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对吧 看到了没有工厂那边爬过来的了 王杰 水电费 两百一十六 你们住在那里是六个人一起住的 每个人 两百一十六 我 我哥呢 不会坑你的 什么就是什么 你这个也太多了 一个人 两百一十六哦 而且你也说多 水电费你也说多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 我要 我要 你先把工资先给我结了 我干我干了工资 你工资都不给我发 我干 你不是打结吗 那我给你算了 你一级说多 一级说多 那我都没得 这个是不是多 两百一十六 你让他们来评价一下 你问他 他是不是 两百一十六是不是很多 你开出来了吗 两百一十六就是 人家在里面炖火锅的 用不了那么多 胡志哥 你走开 我不走 我站在这里不营仙 我就不动你的手 我就不动你的计算机 看来这个工资是 爬不下去的了 你先算好 他有这么多工资吗 我跟你讲 如果你觉得有疑问呢 我先给你算 后面再去找工资 行吗 那你算了 你什么时候发 我现在给你算 算完我给你发 你感觉 这个水电费太高了 那我们去工厂那边 跟工厂再一次核对 如果有多了 我再补给你 好不好 那这个可以 不然的话怎么发 对吧 那我就先剪掉 两百一十六了 你剪了 那你剪了 你相当于在我那里 就扣了呀 我刚跟你讲了 我先剪出来 后面我们再去工厂核对 没有问题了 那就是没有问题 如果工厂多扣了 那我们再把多厚的 我给你补 行吗 可以那这样行 嗯 那你先算嘛 算完了之后 到时候你要把这个核对一下 还有你们这个保险 也收得太高了 收六十 我都说了 我们到这边去六十 对吧 那等下我先陪你算吧 就多少 不加一百十块 好吧 我要干半个钟啊 嗯 我也知道了 我也知道你辛苦了 是吗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先剪这个水电费 六百七十六 那你先剪吧 你现在的公斤是五千二百七七七 是吧 嗯 没问题吧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 但是这个到时候 你再好好的跟我算一下 嗯 行啊 那你这里签个名吧 那我签名到时候 你这个你算出来到时候 要退还给我呦 肯定的 肯定会退的 签到哪里 在这里是不是 你这里签个名吗 是不是 是啊 算个工资 人家上厕所的时候 那时候 都走不过去的时候 哎 洗了怪了 这人真的是洗了怪了 打开下锅嘛 那不叫嘛 是不是 郭哥也不去那么小气的人 对吧 哦 不对哦 你现在的工资 还有五千 两百七十七 啊 你还要干吗 不干 不干 那我再减掉二十块钱的住宿费 那不行啊 你不是说住宿费 免费住的吗 年都过完了 我们现在 一年 十五才过了 才过了一天 哪里过完还没有 原来不叫嘛 郭哥也给你免个住宿费 好吧 正免今天了 原来呢 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也就是 给个整数给你 OK吧 这五千二嘛 是不是 那你给个整数 那你不如给个五千三 整数啊 对不对 你干嘛要在我这里把这个零头剪掉呢 我不是扣你零头 你要等我把我说完 我还没说完呢 你就放我把你零头给扣咯 那你说呢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是五千二百七七元 我姐姐给你个整数 给个五千三 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不是你又多了 几十块钱了吗 就相当于这个 对不对 我哥也是可以的 是吧 行行行行 打开消风嘛 老板大敬 农年发发发啊 我哥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对吧 好好干 我哥不会归待你的 等一下啊 是不是 那发了这个工资呢 打算是怎么花的 这个我就不告诉你 我怎么花了 对不对 我发了工资 我还告诉你 我怎么发 嗯 我准备去了 收到了 那就 不要跟这些人一样啊 不能坎皮 好吧 不喝也负了几十块钱给你 好吧 然后那个水电费 我帮你去落实 如果没有问题了 多靠的 我们再补 好吧 当时你那个算好了 当时你补给我就可以了 行吗 你睡哪里啊 啊 你睡哪里 我 要不这个咯 睡那个床吧 行啊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啊 行 你的 我给人家发动机 你不要杀嘴 姐姐姐姐 不会杀嘴的 你放心啊 我不会归待兄弟的 我多给他了 你多给多少呢 我们没看到啊 都给五毛钱 我的妈呀 好大方啊 五十多块钱 你扣人家200多块钱 等水电费 你冬天就不开空调 你瞎扯吗 不管你的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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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